我大概知道你套路了 就在同学聚会上面 然后呢有一个男同学看到你说 怎么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 白浪费这些年吃的饭了 什么玩意儿呢 其实 如果我要变得厉害一点 我就会说 那你怎么还这样 高贩是这样才好让你在我面前 还不起头 哎太聪明了 讽刺人 再来一再来 说你去趁他饭局 因为堵车玩到了 连堵车一半 就有人开玩笑说 还是你靠谷 你半个吃直接来买单 我就来买单了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问题 就说你那个牙齿上有开业 我最近没吃素很久 这个这句话就是 只要你遇到尴尬的时候 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个人就是调性你 你就说你牙齿上有开业 你都开业 告诉朋友 我想吃鱼了 哈哈哈哈 做鱼 对付鱼了